还记得6月1日美国要发生债务违约的事情吗 现在的美国正为此事正交头烂额 5月22日就在G7峰会结束的第二天 拜登大老远从日本赶回了白宫 就此事展开了激烈讨论 但尚未达成任何协议 讨论了一整晚 是一个办法都没找到 雷声大 雨点小 美国财长耶伦再也等不及了 他声称国会再不采取行动 提高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财政部将提前履行美国政府的所有付款义务 你提不提高债务上限 你不提高 我就要强行还账 要知道现在的美国国库只剩900多亿了 根本不能偿还这高额的债务 如果真的如他所说 那就极有可能造成美国历史上的首次违约 这一招可谓是把拜登逼上了绝路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都已经面临到如此绝境了 拜登为什么不按耶伦的意思 提高美国债上限呢 毕竟美国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流氓的事了 他在等什么呢 最大的原因还是美国的债务太高了 要知道现在美国面对的可是5%的利息 仅美国要偿还的利息就高达上万亿美元了 美国这边还在和乌克兰以及中东持续作战 每年至少要拿出8000多亿的军费 如果真的提高了债务上限 借更多的账 那美国又如何应对这更大的窟窿呢 借旧还新 以贷养贷 美国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最后的结果只会让他走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更为关键的是 拜登也想提高债务上限 关键共和党人不同意 更重要的是 如今美国国内 银行危机 美元危机 美债危机三大危机席卷而来 世界多国早就对美国充满了不信任 美国如果真的到期不还账 而是选择提高债务上限的方式来面对危机 那美国的信誉又何在呢 他们的子民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国家呢 他又如何面对那些债主国家呢 都知道你美国不还账了 谁还愿意去购买你美国的美债呢 这样下来美国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更会不可自拔 而且现在美国的债务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 经历了数位总统才落到了拜登的手中 那时美债不过24个亿左右 结果拜登上任两年就直接借了9万亿 这又不够花了还要大幅度增高债务上限 所以麦卡锡一看这还了得把美国卖了都还不上 所以就直接拒绝了拜登要求提高债务上限的提议 如果美国选择摆烂直接宣布违约呢 钱我不还了你爱咋咋地吧 那就更了不得了 债务违约会严重损害美国的信誉与美元的信用 要知道现在的国外反对美元的声音此起彼伏 如果美国真的宣布了债务违约 那不就是相当于把美元推入一个更深的深渊吗 如果美国胆敢宣布财务违约 不但美元会崩盘 同时也会彻底引爆美国的金融危机 进而引起美国大量企业破产 美国失业率大大上涨 犯罪率大幅度增加 一系列如滔滔巨浪般的连锁反应 正朝着美国席卷而来 现在的美国就如同站在了十字路口 无论怎么选 对于美国来讲都是一场无法承受的惊天灾难 所以近日来 美国不断朝着这中国释放信号 再三表态 称不愿与中国脱钩 他想通过同中国示弱 来忽悠中国继续购买他的美债 用中国的钱填他美国的窟窿 但是此时的美国 早就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美国了 而世界也不是那个被美元绑架的世界了 作为一项秉持着友好外交政策的中国 当然不会眼睁睁的看着 美国陷入这场危机之中 你不是想卖美债吗 我来帮你卖 中国呼吁世界各国 想买美债的不要去找美国了 我中国手里还有很多 而且卖的比他们美国的还便宜 不过就是这钱落在中国的口袋里罢了 未来怎么样 你美国自己看着办吧 我中国也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果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一直比较拉胯的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 这次竟然神奇地顶住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压力 他拒绝提高美国国债上限 只有在他规定的1.5万亿美元范围内 才有可能放水 这真是一场龙争虎斗 双方演员都精彩亮相 拜登没想到麦卡锡一点面子都不给 太让老头绝望了 就在当地时间5月22日早些时候 美国财长叶伦再度警告称 国会与白宫仅剩10天时间达成协议 若国会再不采取行动 提高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 财政部极有可能无法在6月初 履行美国政府的所有付款义务 现在叶伦喊破嗓子也没有用 他的套路早就被共和党看穿了 这次的国债上限意义重大 共和党绝对不可能放民主党一条生路 其实美国人就是在演戏 完全是一场讨价还价的游戏 他们搞得跟真的一样 耶伦喊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因为人家麦卡锡早就提出了 1.5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的预算 麦卡锡的诉求是 民主党必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不能再为所欲为 而耶伦希望的是51万亿美元总规模 意味着他想无限印钞票 这回麦卡锡毫不犹豫给拒绝了 那么美国国债真的会违约吗 从现在情况来看 就算1.5万亿美元法案获得通过 美国国债逻辑上应该是不会违约的 最痛苦的就是五角大楼了 1.5万亿美元除了支付国债本金和利息 大概需要8000亿美元 余下的7000亿美元连五角大楼的军费都不够 从现实情况来看 美国军队庞大的开支 基本上都是靠着美元霸权维持 美国人等于发国债养军队 由世界各国买美国国债帮美国养军队 然后美军则四处收割 帮助美元霸权完成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掠夺 但是现在的美国国债竟然已经养不起 军费预算高达8560亿美元的美军 如果按照麦卡锡的方案 拜登政府为什么不愿意 1.5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塞牙缝都不够 现在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 军费越来越高 跟中国恶斗需要很多资金 可是1.5万亿美元除了偿还国债本息之外 连给美军发军费都不够 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肯定凉凉了 刺激经济的资金肯定没有了 2024年经济不好 民主党肯定选举失利 当然这一切都是麦卡锡给他们算过的钱 耶伦上任之后 一直以花钱大手大脚著称 这一轮美国收割全球财富 除了在欧洲弄到了一些小钱 对亚洲国家基本没有成功 中国增持205亿美元美国国债 让耶伦开心的像小孩一样 根本原因是他对于卖出美国国债又有信心了 如果1.5万亿美元国债卖不出去 等于是零 因此怎样把1.5万亿美元的额度变现 则是美国财政部更担心的问题 美国国债已经不是相拨拨 就算通过了新的国债上限 风险依然存在 美国债务雪球根本无法自我续命 游戏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 第一种 美国金融系统爆雷 彻底爆掉 啥也没有 没止变成钱的游戏彻底终结 第二种 美国对外发动战争硬抢 通过战争把债务全部赖掉 谁敢要钱就跟谁拼命 简单总结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看这场戏 因为这是结局注定的戏 不管演员们如何卖力气 最终白宫一定是白费力气 这一轮麦卡锡表现相当优秀 值得表扬 1.5万亿美元太多 应该缩减到1万亿美元 气死老半 3.5万亿美元太多 11万亿美元太多 起码